要住心 看破念头 修心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就是修正自己的心理行为 和你所做的行为 但是 行为以心理行为最重要 因为任何的语言行为和肢体行为 都是由心理行为产生的 心理行为可以控制你的语言行为 和你的肢体行为 如果你脑子里不去想下流的东西 你就做不出下流的行为 你的脑子里不去想那些下流的黄色的笑话 你就不会讲出下流黄色的笑话 师父警告你们 所有的我的弟子 绝对不能讲婚笑话 想都不能去想 有时候人家说的一个音相同 或一个话相似 如果你马上就去想到那些下流的事情 实际上 你已经犯罪了 你已经破戒了 因为人家一句话 而你想到下流的事情上 实际上 你就是肮脏的灵魂 你已经犯罪了 所以青年团的学国人 我也是警告他们 如果人家讲错一句话 你把它往身里想 你把它想得下流了 实际上 你就是犯戒 我告诉你们 笑都不能笑 想都不能想 这才叫干净 修行就是 修正自己的恶习 我们身上有多少恶习啊 我们要不要修正 什么叫恶习 比如 好吃懒做 你们这些女孩子 哪个不是好吃懒做啊 一个个懒得不得了 尤其是女孩子 更应该干净 在观音堂里 吃东西 晚要抢着洗 地要抢着扫 要弄得干干净净 谁是你们的阿姨啊 谁是你们的奴隶啊 一个女孩子 懒 缠 瘫 变 那绝对是个规律 先是很懒的 第二 嘴巴很缠 什么都要吃 第三 开始贪了 什么都要 最后 这个女孩子 一定会变掉 谁要啊 谁要娶这种媳妇啊 所以一定要明白 你们的恶习 一定要改正 修行 就是要持戒 忍辱 什么是持戒 就是坚决 不做不好的事情 忍辱是什么 就是人家骂我了 我就不骂他 你们现在几个青年人 能做到这样 何况人家讲对了 还不卖账 还要找出千条理由 万条理由 你们知道吗 你们越解释 别人在边上 越看不起你们 真正有修养的人 人家讲你 你不讲话 比如 当两个人 为某一件事争吵的时候 其中一个解释了半天 你们说 有什么好解释的 实际上 两个人都是错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你看不出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其实 两个人都差不多 不争吵的人 永远胜利 争吵的人 永远是失败的 所以这些 青年团的孩子 你们一定要好好修 我告诉你们 你们真的不如 你们老一辈的女士 老一辈的人 在家里 个个都很勤快 而现在的年轻人 有几个在家里 肯做事情的 辈子都懒得迭 像样不像样 要精进 要学会布施 什么叫布施 就是不断地 给人家东西 有什么东西 给什么东西 你今天给得出 你就是个富翁 你今天再有钱 你不肯给人家 你就是个穷光蛋 你今天什么都不失 你永远都是个富翁 这就叫道理 只知道拿进 不知道拿出的人 他永远是个穷人 什么东西都不肯拿出 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拿 观音堂的苹果 也挑好的往家里拿 为什么不能想到 让大家吃到好苹果呢 过去 观音堂请下来的苹果 好的全被拿光 年纪大的苹果 全被留在那里了 为什么不想想 让人家吃好一点 你吃差一点的呢 你们好好想想吧 配不配做师父的徒弟啊 配不配做师父的弟子啊 你们看看师父 这么好的茶叶 师父不舍得吃 什么高山茶 龙井茶等 我就这么一大包一大包的 往人家那儿送啊 人家感恩你啊 等到你有事需要帮助的时候 人家就主动帮助你了 实际上 我给他的时候 我从来不要什么回报的 比如 你今天要不是 好好地修行 这一次环境局 要罚你一百万的款 师父怎么能帮到你呢 你这不就是靠平时吗 如果你临时去求人家 人家谁理你啊 你们要好好学啊 要不失 要有智慧 要助心 什么叫助心 就是把你的心停下来 不要去乱想 把幻念全部忘掉 助心就是 把你的心停住了 如果你今天 心停不下来 眼睛就哗啦哗啦乱看 如果你心 能定得下来 眼睛就直愣愣地 盯住人家看 你们吹牛的时候 动坏脑筋的时候 以为师父是看不见的 你们是在骗自己 你们只能骗你们相互之间 人的眼神瞬息万变 师父不看图腾都看得出 当一个人有恨心的时候 他的眼神 出来的光都不一样 你们知道吗 眼神有四十八种光 不要以为骗骗人家 能骗得了吗 最后骗的是你们自己啊 把人家当傻瓜的人 自己永远是最傻的人 要忍辱啊 你们不能忍耐的人 不能在背后帮助人家的人 你们就不是菩萨 好好想想 你们差得远了 你们天天学的 好像是菩萨 你们做了些什么 你们的用心 是不是菩萨 要调护自己的心 一定要让心定下来 绞住心 心定不下来 你就没有住心 也就是说 你的心在不停地想 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的心就住不下来 持戒 守住智慧 情心寡欲 情心是什么意思 就是心要干净 寡欲是什么 寡就是少的意思 欲是什么 欲望 就是让自己的欲望 越来越少 你们在座的人 我给你们半分钟时间 你们现在脑子里 有几件事情 你们有多少欲望 比方说 最好让我儿子考上 我最好换件新衣服 我最好能够把这间房子卖掉 最好我老公能够怎么样 最好我女儿能听话 我身体最好不要有事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欲望 现在给你们半分钟想想 你们至少超过五个念头 你们的欲望太多了 要寡欲 什么叫寡欲 就是欲望少一点 没有欲望 师父的座右名是 无欲自然 心如水 师父讲给你们听 我的心得 当人有欲望的时候 或者有什么想法的时候 或有不开心的时候 要马上想起这句话 他就没有任何的欲望了 因为想到 无欲自然 心如水 心如水一样平静 有什么欲望 你不要有欲望 你就什么都没了 你烦恼 不就是欲望来的吗 如果你欲望没了 哪来的烦恼啊 所以心定神清 心定下来 这个人 神才会清 如果一个人 心定不下来 他的脸就怪怪的 你们去看好了 人家说 哎呀 忙三忙四的 哎呦 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 他的脸就怪怪的 如果一个人 很端庄 心一定定得下来 我 是吗 我 没事的 很稳得住自己的 他的脸 会很干净 他的心 是清静的 所以要记住 当一个人 有正的见解的时候 他才能 拥有这个世界 比方说 我正确地认识了 这个事情 我知道这个证件 我才能得到 和拥有它 如果这个事情 不应该你得到的 而你用鞋剑去想 最后就得不到 所以要有证件 才能得到和拥有 要制服散乱的心 要制服自己 放逸的初心 什么叫放逸 就是放纵 非常逍遥自在的 为什么要制服自己 放逸的初心 因为每个人都有惰性 每个人都希望睡觉 多睡一会儿 对不对 比如 你昨天晚上 三点钟睡觉 睡到第二天中午 十一点钟 八个小时的睡眠 应该差不多了吧 师父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心里有一个 哎呀 晚上很累了 早上 我一定要多睡一会儿 这个就是你的放逸 想让自己 多舒服一点 想让自己 少受一点痛苦 知道吗 这个也是不好的 什么叫学佛 什么叫苦修行啊 如果你们在庙里的话 沉重目骨啊 早晨一起来 就开始坐到晚上 念经啊 修心啊 扫地啊 劈柴啊 担水啊 等等 而且平时 非常非常的严格 你们做得到吗 做不到的 你们是 碰到被子 就不想起来 碰到吃的 嘴就停不下来 碰到好看的 眼睛就定不下来 你去看好了 眼睛 左转右转的人 他一定会 拿人家东西的 学佛的人 目不邪视 心无邪念 行无邪为 你们做得到吗 比如 今天来一个 稍微打扮 漂亮一点的人 如果是女的 如果是女的进来 男的都看 男的进来 女的都看 那是修不好的 而且女人不能 未雨先笑 就是还没有说话之前先笑 我指的是不认识的人 这种未雨先笑的女人 都是属于 泛淫的 你们听到过没有啊 如果看见一个不认识的男士 你先黑黑地笑 然后再讲话 就叫 未雨先笑 所以要制服一切 累世的习气 因为有的人的习性 是这辈子来的 而有的人的习性 是上辈子带来的 比如 一个小孩生出来 脾气大得不得了 一不顺心 奶吃不到了 马上 哇哇哭个不停 还有些小孩子 想要什么东西 得不到时 就踢板凳 砸东西 哭啊 叫啊 躺在地板上 脾气大得不得了 这就是 累世积累的东西 一定要改正 学佛修心 就是改掉你过去 不好的习气 师父刚才 给大家讲了放译 就是不要觉得 我好累 我就不起来 这就是放译 比如到晚上太冷了 明明想小便了 他不愿意起来 好了 得尿毒症了 明明上班的时间到了 应该起床了 哎呀 不想起 再睡一会儿 好了 这就叫放译 该念经了 哎呀 我晚一点再念吧 放译了 师父在做节目 看图腾的时候 两个小时 我累不累啊 我有时候累得不得了 就自己拿手 掐自己的肉 打我自己 掐脖子 你们知道吗 晚上太晚睡 太辛苦 单做节目 我不能睡觉啊 这两个小时 我不能睡啊 咬咬牙 才能修成佛啊 哪一个菩萨 是放译自己 而修成的 要不去想 要住心一处 什么事情 不要去想的太多 住心一处 什么意思 就是把心 就是把心放在一个地方 就是学佛 做好人 要住心一处 要看破念头 这句话 非常重要 什么叫看破念头 你一个念头来了 不一定是好事情啊 比如 我要去杀人 这个人坏得不得了 我恨死他了 我要去报复他 这个就是念头来了 你怎么样 把这个念头看破呢 看破就是说 哎呀 他现在这么害我 如果我写封信告他 被他知道了 还会反过来害我 冤冤相报 何时了啊 你把这个事情看破了 把这个念头看破了 就不会去做了 一定要看破念头 今天这个念头来了 不知道是好是坏 要先把它看破 比方说 一个念头来了 我这个身体痛得不得了 我还不如死了呢 再一想 我不能这么自私 我学习观世音菩萨法门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 我就好好的学 看破了吧 接下来就不会死了 不会有磨难 不会有灾难了 比如 今天他对我好得不得了 突然间他对我不好了 看破自己的念头 哎 本身就是一个缘分了 有就有了 没有就算了 难过什么 你损失什么了 人家跟你交朋友了 蛮开心 人家不跟你交朋友了 你得到清静 你不就想开了吗 看破才能放下 把念头看破才能放下 叫悟后修为 就是等你开悟了 明白了之后 你才会得到真正的修为啊 你才能得到通过真正的修行 得到的行为啊 因为你想明白了 你才是真修 如果没有想明白 你是假修 得不到真协位 就像我们过去 在单位里 领导让他做个事情 但是他不愿意做 做的时候他没有开悟 心中想不明白啊 他一边做 一边难过 一边做 一边不愿意好好做 很快就被领导看出来了 接下来得到处分 你得不偿失啊 如果这个领导跟你谈得很清楚 这个事情是暂时的 你先做 然后我们还会有调动 你照样能做得很好 这就叫悟后 就是开悟之后 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好的行为 要有悟境 因为你想明白了 你就会有这个境界 比如你洪先生 如果不修心的话 今天在家 也只是抱抱孙子 看看电视 时间就这么晃过去了 但学佛念经就不同 你有这么多的朋友 今天你到哪里 人家都知道 你是东方商场的总经理 你到哪里 大家都跟你打招呼 你去参加新闻发布会 大家都对你很好 这种生活环境 你要有感恩心的 因为你们信佛 你们得到人家尊敬 你们是佛子 你们在救度众生 人家才对你们尊敬 否则 人家谁理你啊 所以一定要记住 要有悟境 什么叫悟境 就是觉悟的境界 师父跟你们讲的这些 你们自己必须要明白 你们就会越修得好 如果你们不明白 还以为自己吃亏 以为自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就是没有悟境 就是修不好 修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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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越来越来越美 我为过你 想要越来越不越 我为你 这些 幸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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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